这场当中王永庆面对的就是站在第一线抵代国际当中的金融海啸的潮流 他讲到了很多的看法 他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而还原当时的情形 当时长期负责帮王永庆处理美国事业版图的 王永在次子王文潮 接受中天新闻专访的时候谈到 王永庆这次坚持到美国 其实因为跟美国的事业感情非常之深厚 那么王永庆在美国突然的去世 也让全城陪同的三房长女王瑞华非常自责 经营之神王永庆突然辞世 王家人上上下下生活全乱了掉 长期协助王永庆处理美国事业的侄子王文潮 内心更百感交集 他说全城陪王永庆赴美的王瑞华很自责 只说如果这趟没去的话 有多好 他很难过又自责 可是这个不是他的错 这个大家知道都知道 我们知道很坚持 尽管身体不好 但高龄92岁的王永庆还是坚持 在这一波全球经济海啸中 亲自飞到美国替同人打气 就因为王永庆对美国的事业有一份特殊情感 他对美国的感情也很深厚 我以前在有一段时间的事 对美国实在是他一手 一手打造 不是说打造 他亲自猜疑 亲自猜疑 亲自猜疑 猜疑是重要 他美国都是他亲自以后 都去了 然后进行的积极 到时候买厂 每一个厂他都猜疑 台座在美国的事业 从无到有 王永庆一手打造 每座工厂开幕 必定亲自到场 但经营之神 这一次却意外没能平安回来 受访时王文潮始终低着头 一夜没合眼的双眼 似乎还回忆着 协助王永庆在美国打拼的 那段难忘岁月 中文新闻王树民杨博志 桃园采访报道 中文新闻王树民权